大家好,我是甜甜 咱们这一期我们来录一下这个蝴蝶结的勾法 因为好多粉丝姐妹们说有一款拖鞋 这个蝴蝶结都没有教程 我现在补一下 咱们这个线在手指上绕两圈 接着取下线圈 然后把钩针穿进去 勾一针起地针 锁一针 接着勾四个辫子针 然后绕线在这个圈里面 勾织三个长针 然后接着勾织两个辫子针 然后再勾三个长针 再继续勾织两个辫子针 再勾三个长针 再勾两个辫子针 再勾一针长针 接着拉紧线圈 我们先拉这一条 那么是这一条在动 我们就收紧另一条的线圈 然后一起拉紧 然后在这个四个辫子针的第三针 我们勾一个引拔针 接着勾织三个辫子针 然后勾织绕线 在这个旁边 我们上一排勾到这个四个辫子针 旁边这个洞眼里面 我们勾织三个长针 然后勾八个辫子针 接着绕线在同一个洞眼里面 勾织三个长针 接着绕线到下一个这个洞眼 勾织三个长针 三个长针勾好之后 勾七个辫子针 然后勾织绕线 还是这个洞眼里面 再勾织三个长针 然后勾织七个辫子针 再回到这个洞眼里勾织 然后勾三个长针 接着到下一个洞 继续勾织三个长针 然后勾织八个辫子针 然后勾织三个长针 然后勾织再绕线 再穿回这个洞里 再勾织三个长针 三个长针勾好之后 在第三个我们起立针的三个辫子针这里 第三个辫子针勾一针引发针 接着勾织绕线 到下一个这个八个辫子针的这个位置勾七个长针 七个长针勾织完成之后 立四个辫子针 四个辫子针勾织完成之后 接着勾一针引发针 在这个位置 从上面这个辫子上往下穿 穿这个长针这里的这两条线 勾一针引发针 直接勾出来 然后继续勾织七个长针 七个长针勾织完成之后 我们在这个位置勾织一针短针 然后到这个位置我们先勾织五个长针 五个长针勾好之后 我们勾一针长长针绕两次线 然后勾四个辫子针 然后呢我们从这个位置往下穿 勾一针引发针 从上面这个位置穿这两条线 勾一针引发针 直接把线带出线圈 然后再勾一针长长针 接着再勾五针长针 然后这个位置勾一针短针 然后这里再继续勾织五个长针 然后勾针绕线 在这个下一个洞勾织五个长针 五个长针勾织完成之后 勾一针长长针 绕两次线 先带出两个线圈 再带出两个 然后再带两个 勾四个辫子针 再到第一针的这个长长针 这两条线勾一针引发针 直接把线带出线圈 接着再勾一针长长针 然后再勾五针长针 然后中间这个位置勾一针短针 然后这里勾七针长针 最后一个洞这个位置勾七针长针 七针长针勾织完成之后 立四个辫子针 在最后一针 挑这两条线 勾一个引发针 接着勾七针长针 那么这一针 这个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在这个位置勾一针引发针 把线剪掉 这个线留长一点 后面我们还要绑 绑那个托鞋上面的 把线掏出来 拉到底下 这个位置是前面这个无迪迭的位置 大家不要搞错了 那后面这个位置是稍微小一点的 然后呢 我们就来勾这个白色的 我们从下面这个位置上穿针 这个是前面 这个是下面 然后勾出一针锁针 然后呢 把引发针勾到前面这个头的这个位置 我们刚才把线拉下去的位置 这样往前面拉 把这个线从底下勾出来 直接这样勾引发针 直接这样拉出来就可以了 咱们拉到这里 拉到这里呢 勾11个变子针 3 4 5 6 7 8 9 10 11 然后倒回第五针 1 2 3 4 5 勾一针引发针 把引发针勾到下面这个位置 每一针都勾引发针 那么这一边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继续勾另一边 也是勾11个变子针 勾好之后倒回第五针 1 2 3 4 5 勾引发针 直接这样把线带出来 把线拉到下面去 然后呢 在下面这个位置 再勾一针引发针 接着把线拉出来 剪掉 把线拉到下面去 那咱们这个蝴蝶结就勾好了 大家看一下 下面这个位置是比较短的 这里是五针长针 两个长长针 五针长针 两个长长针 在下面 然后上面这个位置是比较大一点的 大家不要搞错了 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续续 我是甜甜 关注我后期会有更多的 勾置技巧和视频教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